Hello 大家好 然後今天我錄的就是這個 冒菜 然後這邊是一個甜甜圈 還有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它那邊沒有寫著 然後我問店員這是什麼 然後他跟我說裡面夾的是奶酪 然後我就 覺得它蠻像那種 知心塔的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給它取個名字 這叫做 痾 知心奶酪包好了 就叫它 這是剛才下課之後去圖書館樓下買的 然後這是點的外賣 這個是它那個 外賣這個單子 吃的是冒菜 看得清楚嗎 應該看得清楚吧 應該是剪下來是23塊錢 我的水 好 好 開始吃吧 我從來就沒有 吃過這個冒菜 因為我們學校附近沒有太多家冒菜店 然後這家因為 如果吃套餐的話 裡面會給你放豆芽 所以我就沒有吃過 然後暑假的時候我看 大家好多都在吃冒菜 我就超想吃 我也不知道它和麻辣湯的區別到底在哪 我今天沒有放那個方便麵 放了你們之前給我推薦的那個寬粉 吃一下 吃一下 這個寬粉 挺有嚼勁的 這個寬粉 好 還有這個 青葉豆腐 因為之前我說百葉豆腐 你們都說 叫青葉豆腐比較多 就叫青葉豆腐好了 好吃 還有 for su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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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肥牛放的不是很多 太滑了這個寬粉 還放了一點午餐肉 它滑 它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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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金針菇哪裡吃了 算了 如果這家冒菜裡面有紫薯丸子的選項我肯定會選的可是沒有 這土豆有點硬 以前我比較喜歡吃酸辣土豆絲 現在我比較喜歡吃那種小的土豆椒鹽小土豆那種 椒椒的很好吃 不是很喜歡那種沒有太熟的那種爽口的感覺我不喜歡 它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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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滑就是 很美 要吃 可以吃 看得清嗎 點的是中辣 我覺得還蠻辣的 是我去食堂吃三鍋了 上一期視頻我們老包不是出路徑了嗎 感覺你們都還蠻喜歡的 你們知道他為什麼叫老包嗎 因為他很喜歡買包 但是他買了新包也還是背老包 所以他就叫做老包 他就是之前大一的時候 一直在背那個電腦包 你知道嗎 就是很慢的 他穿那種夏天穿那種很娘的那種 臉衣裙的時候也會背那個很慢的那個電腦包 但是那個電腦包比較實用 但是出門就是撞的機率很大 基本上出門可以碰到兩三個都背著那個電腦包 而且都是男的 從來就沒有碰到過女生背那個電腦包 不過現在他有點變了 老包老包 他是不背新包 其實這是後來吃的 之前他出高中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老包 是因為老包他就是就是包包打人嗎 就是很好心啊 他什麼事情都想都要管的 像那天水不是我知道一半那個送水的大叔來了嗎 然後老包就是每個學期 開學處都會把那個飲水機擦一下洗一下 因為時間太久了嘛 反正這種事情都是他做的 我們請示80%的地都是他拖的 拖地的80%都是他拖的 反正十次八次是他拖的啦 很好拔 而且我是請示長我都不怎麼管這些的 看到了 bit的 過不了 很酷 但是我不用做鱲子 我擔心 也能很動 不然 太好 但是你会把鸭吃 不服了 咱们吃了 咱们吃了 不吃了 什麽 就是不吃了 很酷 嘶 應該沒給我放金針菇耶 很正常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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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很多 但是很多汁 但是很大的汁 很生涯 很快 就是不餓 這不是吃酪的 但是很高 很漂亮 這裡有給我 吃酪 我家的聞到 好 好,好,好,好 蚊子 一口吃 它是蠻辣的 我身上好多那个 你看 看到吗 就是那个汁 碰到白衣服上 好啦 先吃什么呢 先吃这个好了 这我去买的时候 它还是有点热乎乎的 我就买了 好吃 超级软超级软 底下还有一层 那个 蓝莓 蓝莓酱 我吃东西还是蛮小口的吧 反正这种东西我都吃不了太大口 感觉嘴巴不是特别大 希望没有剂蜀菌 它就比较尴尬了 吃了十几二十几口 它这边真的超多酱的 你看 就酸酸的奶酪吧 今天我去上课的时候 就是跟我室友一起去上课的时候 然后在路上他突然说 他突然就马 突然笑起来 然后我问他怎么了 然后他说 你好久没有唱 再见了 妈请问 我就咬鱼 就是那个 快乐星球里面的歌 因为我之前 上学生的时候很喜欢唱 几乎每天都要唱这首歌 但是唱了唱就就这几句 之前韩佳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就B站一个简直视频 就是那个时候艾克说 用六国语言说的那个简直 那个超紫豆 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 肯定还觉得艾克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当天看那个艾克他们那一部的时候 我觉得艾克好帅 我觉得艾雪根本配不上艾克呀 我还很喜欢唱那个 那个什么 无情的世界 无情的你 因为日常怼是有 有时候他们就是做了让我不太开心的事情 我就会唱这首歌 以前大概 上学期每天都会唱三四次的样子 然后韩夏就没有在家里唱过 韩夏第一天在家 我妈让我去干什么 然后我也唱了这首歌 我妈 我妈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那首歌叫做 看透爱情看透你 我一般都会唱完 无情的世界 无情的你 然后就说 看透爱情看透你 我和我室友都这样子 他们都被我带起来了 我看透爱情看透你 去买这田园圈的时候我还找了很久 看它没有摆在那里 它竟然挂在那个 那个面包车的那个树枝上 它就挂在那边 刚才那个比较好吃 刚才那个4块钱 这个是6块钱 就太干了 如果有点扎心就好了 还有我就是很喜欢听那个 四海情歌 你们听过吗 就是江阳琢磨的 那个时候我们鲍哥上学期 鲍哥是这个床的 就是跟我同一个床连着的 它上学期是什么 什么宁波音乐节还是什么 反正是什么活动 然后它就是去那边 然后有蛮多明星来唱歌的 然后它知道我喜欢江阳琢磨 然后它就录了江阳琢磨 一整段的那个四海情歌 真的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它录来的那个 现场听的就是 传过来的跟它那个NP3那边 就是 就是那种 我们网上听的那种 就是真的一模一样的 就是没有 就是听了很舒服很舒服 很舒服那种感觉 然后它 江阳琢磨之前 它录的是那个 章鱼的那首歌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章鱼的 我觉得它还蛮搞笑的 有些歌像什么 什么 它有什么歌啊 我忘了 它后来主持跟李向主持那个节目 我也很喜欢看 但是它那个现场唱的真的 有点 不大好听 但是我们爆歌 它是因为 未成然后才吃的那个 嗯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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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有水要乾鎖了這個東西 金中菇3.3 金中菇3.3 好渴喔 嗯嗯 本来想喝这个汤的 但是我把那个东西扔进去了 把刚才那个 这上面的那个草给扔进去了 夏爱情歌我真的好喜欢听 我那时候上学期期末 上学期期末 我一边复习一边听的 就感觉真的能让人那个心静下来 他那个声音 然后今天就录到这